在台南家里区的新生医院 发生了氧气除槽脱落的情况 没有办法正常供养 消防局出动了消防车戒备 而且紧急动员了二十几辆救护车 协助院内三十四个长期呼吸照护的患者 赶紧送到奇美新楼等多家医院来安置 还有这些病患全属平安 消防人员紧急将病患从医院里头推出 因为在周三晚间八点半左右 台南市消防局接火通报 家里区的新生医院氧气槽外泄 担心供养不足 赶紧将三十四名气切患者 转送到其他家医院 救护人员忙进忙出 因为患者众多 消防队派出了二十多辆救护车 分别将伤患送到家里奇美麻豆新楼 还有市立安南等医院 不少家属焦急地赶到医院了解状况 许多民众也挤在外头一度影响交通 这些都是需要有呼吸器的一个照顾的 那么新生医院的代表 也在今天晚上十点半的时候 已经到我们医院来协助 那么这些病患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照顾 到了晚上十点半 救护车终于将三十四名患者 顺利送到各医院安置 还好全数平安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记者黄瑶明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